摆得非常的漂亮的 这个估计就价值千斤了 非常昂贵的 那还在闻一下好好闻啊 生活在他乡 边走边看在路上 分享我看到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麦子以色列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明天就是祝鹏节前夜了 现在棚子已经搭出来了 这个棚子就是在祝鹏节期间 会在这边吃饭的地方 里边其实什么都没有 今天是以色列的祝鹏节前夜 等一下太阳落山 祝鹏节就要开始了 我对面这个呢 是一个犹太会堂 然后这个犹太会堂 在外边你可以看到 是有一个棚子的 这个棚子叫 叫苏卡 它是 祝鹏节期间 很多的家庭啊 我犹太会堂 他都会要搭建这种棚子 因为祝鹏节就是为了纪念 他们犹太人从埃及出来 在沙漠里流浪了四十年 然后为了一苦是甜 所以每年都要过这个祝鹏节 祝鹏节期间 就是大家都要在这个棚子里吃饭 有一些甚至要在棚子里去 在里边睡觉啊等等 所以我们过来看一下 他们布置的很漂亮 这个棚子 里边都摆好了餐具了 摆得非常的漂亮的 祝鹏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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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墙 然后顶部呢 必须是要用有机的一些东西搭建的 还有就是它在 属卡上方呢 是不能有任何遮挡物的 这样的祝鹏节的棚子 才算是洁净的 符合他们中角律法的 这个是它犹太会堂的外观 然后再往上窗子上 这里呢是法板 大家别忘了一件三连 强烈推荐哦 看大家都是穿得 非常的漂亮的过来 这个是犹太会堂里边 这个样子的 我就不进去了 因为我一个是着装不太适合 另外的话 这边是男士的可能 我带会堂 看上去这个样子的 另外一个 op sorry 另外一个 塑卡 塑卡上面一般 有条件的都是要用 就是有机的东西 像这种啊 或者是叫什么 啊 叶爪树的叶子之类的 然后就坐在这里边去吃东西 这个我们今天进到它这个苏卡里头 这个地方他们放的还有过节用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那个 这个叫做 嗯 叫什么来的香园 香味非常的好闻 然后这边还有四种植物 做成的一束的 他们做祷告时候要用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跑出来看一下 看得到吗 像柠檬 但这个不是柠檬哦 香味很重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做祷告用的 里边有这种 里边有这种 胡桃木的这个叫什么 什么这个叶子 还有这个是棕榈树的叶子 他们做祷告的时候要这样 每年他们都会有这种香园的销售摊位 大家会在里头挑选最贵的一个香园 又非常大的会非常贵 有一年我看到他们拿了这么大一个香园 真的就是这么大的 比这个大好十倍都不止 那个估计就价值千斤了 非常昂贵的 再闻一下好好闻啊 好闻 甜香甜香的 有一点柠檬的香味 但是带一点甜味 很特别的香味 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苏嘎里边 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边吃饭 有可能话还要在这里头睡觉 有可能话还要在这里头睡觉